开始上电流热效应 这是一个重点 请同学要注意 第一个我们要先教教电能计算 我上课的时候 我会先教电能计算 再教电功率 但是未来 我们基本上不会直接去求电能 我们都是先去算电功率 再从功率去求能量 因为我们学过 功率就是能量处于时间 所以把功率乘时间就变成能量 所以以后我基本上都是做电功率 而不会直接求能量 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先教你能量怎么算 那么这些是生活经验里的东西 我们的吹风机通电之后会发热 电运动通电之后会发热 这有所谓的电流热效应的结果装置 他们通电之后会产生热能 当然通电不见得只有热能 比如说我们的电灯泡 它会产生热能跟光能 它会发光有热能跟光能 但是我们在现在上课跟现在考试 我基本上不管其他能量 我都只管它会产生热 就只放在热能这件事上面 不理会光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只考虑转换成热能 叫做电流热效应 通电之后会产生热 叫做电流热效应 那么这个叫做电池 我们以后会再教一次 电池它里面有化学物质产生化学变化会产生电 这叫做化学能转换成电能 未来会再教然后会考 另外一个叫电解 通电之后去分解 给了电之后产生化学变化 电能会变成化学能 这以后会讲然后以后会考这个 从什么能量变成什么能量 那么这里就产生了电能 有一个电位差就会推动我的电荷在导线上流动 就产生了电流 那这个电流经过了电阻之后 那这个能量就被消耗掉 那就会发出热就产生热 那刚刚讲过了 灯发出热的时候还有光嘛 那我们暂时不理光这件事情我们就只看到会产生热 那么我提供的能量 经过电子被消耗掉以后 回到我的电池 我就会重新获得能量得到补充 所以给我能量去外面消耗 回到电池又获得补充 电池会不断的给我一个新的能量 但是电池的能量有一个限度 如果你电池的能量消耗完了 就叫做没有电了 然后电池没电了 它再也没办法提供我这个推动的电池 电汇差推动的力量 然后我就不会有电流什么事 没有了 那么这个右手边这里有一个动画 这以前是特别人画的图 就是有个包袱 这个包袱代表能量 所以我经过电子我就获得这个包袱 然后走到外面一圈倒过来 它的能量就被消耗掉就减少 然后再回到我的电池就再度去获得能量补充 像这个动画所显示的一样 像这个动画所显示的一样 经过包电子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动画你会发现 它在经过导线的时候 那个包袱也变小了 比如导线是会消耗我的能量 因为导线有电阻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国中程度的考试里 都当做没有 现实生活里 我的导线是会有电阻的 导线是有电阻的 有所谓内电阻的 但是我们在国中的考试 国中题目里面 我们基本上都当做导线毫无电阻 没有电阻 电池也没有电阻 非常没有电阻 纯就是外面的在消耗 导线不会消耗 偶尔会有题目 电池有内电阻 以后会出现 但是导线都刚好它是没有电阻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用能量观点来讲 我们这个电流在流动的时候的补充跟消耗 那么这是我们以前就提过的事情 我们学过两个能量的单位 一个是博尔教的叫做卡热能的单位 一个是博尔教的叫做焦耳 那有两个单位就有单位的换算 一焦耳是0.24卡 一卡是4.2焦耳 这样还不错 现在有些人怪怪的 会写成4.18焦耳 更难算 没有关系 第一个最好会背 第二个 正常情况下考卷上会写 一卡几焦耳或者一焦耳几卡 上面写多少你就照样的算就好 国中老师通常都会把数字配好 那你很好算刚好可以整除之类的 所以题目上写多少你就写多少 就可以了 OK 题目上写4.18你就用4.18算 题目上说4.2你就用4.2算 那你建议你最好背一下 这两个单位换算状况 就是先跟各位介绍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能量消耗跟补充 以及我们一些能量换算部分 OK